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条路平时还是有蛮多车的 因为这一条是同向高速和机场的一条道 现在基本上就没有车了 今天天气特别好 觉得待在家里实在是有点 待太久了就是特别难受 Dry through open Dry through open 这个是那个测试点吗 不是这个是pop eye pop eye 是吧 这边就是那个 餐馆 餐馆 然后现在因为不是有那个shelter at home 就是什么shelter什么 shelter in place shelter in place 一个我们叫什么 救禁避难令 好吧 然后现在就是餐馆就是不能够提供堂食 或者说你去取啊 去去pick up 或者说是delivery 就是外卖这样子在一起 这个高速平也是一个通往就近山西区的阻担道 现在也是特别少的人 我们今天就想去临近的海边吹一吹海风 然后不知道会怎么样 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出门 我们刚刚看到还有人拿着钓竿在这里准备钓 应该是钓螃蟹吧 行人也是非常的少 特别少 特别少 那还很多人 对 对 你看这有个大门那个 有点 是 是 你看就是把它拉近一点给大家看 这个大门都关掉了 之前我们是在这个地方那个 钓螃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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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的那个法令是规定说 如果你是一家人的话是可以在一起走的 但是如果说你们不是一家人 那就不可以 现在你要停下来走一会儿还直接走 不下来了吧 人太多了 只能说感觉就是我们这个是就是一直沿着海边开的 然后刚刚路过一个就是一个登山点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那个点我们之前也去过 就是可以看到海边啊然后爬一段小山 那个路边的车都已经停满了 我觉得我还蛮惊讶的 还有车人真的还挺多的 但其实大家也都会保持距离 看看沙滩的停车场 就现在这个时候还这么多车 这是沙滩上沙滩上的人我不知道能不能挨得到 有点难 看看下面海滩上也有人 但是比起刚刚的那个海滩人少了好多 左边又是个什么点 左边停车点 要去右边的沙滩是吧 就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一直沿着那个加州一号公路开嘛 其实就是你看边上的车都其实都停满了 可以了 前面打个右探结合去吧 可以啊 哎这个角度好好看啊 真的反过来以后好漂亮 对啊 如果大家都是小心放了 放一放 对啊 然后就 孩子觉得这里没有人 就在都在这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以为海边没有人 说不定还能够下去吹吹吹风 但其实还是 看完就怂了 叫什么啊 弯曲放风法 站在山林放 可能大部分人也是跟我们一样 就只想在家里 在车里放一放风吧 你们就会儿 就会儿 在马上 这也是 真正的 偶尖 这些维度